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各位大德,我们继续研究嫩言经 上次行音十种已经到了第八 也就是八种巨非,现在从248页 248页中间,第九七记断面 我们先把经文念一段,很短,这段经文很短 九跟十文字都很短 又三魔中诸善男子,奸尼正心魔不得便 穷生类本,观彼幽亲长早动员 于厚厚无生嫉妒者 世人最入七段灭论 或计生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 或极乐灭,或极舍灭 如是循环穷尽七记,现前消灭,灭已无户 由此嫉妒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或菩提心 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因中 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那么这个七记断灭,它这个前头有一些些说明 就是科判下面的说明字,字比较小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义 这个它说明呢,是说这个断灭很像第七的无相 那么第七无相就是八种无相 那你翻到两百四十七页,人妻那边八种无相 那么它说呢,这个跟第七的这个八种无相很类似 但是呢,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呢,正麦书说起迹不同 为什么呢,因为八种无相呢 是在这个,这个两百四十七页这边讲 是于先除灭的色受想,前面三音里面 生祭度,已经灭掉的这个色受想里面生祭度 然后呢,认为那个灭,所以行音之后也会跟着灭 是这样子的一个八种无相来的 可是呢,如果是七记断灭呢 这边不是,所以请看讲义这边 它说呢,比有前三,此有行音 所以呢,前面七种无相是 因为前三,以此类推行音也会灭 但是这里不是,这里呢,是直接就看到这个行音 后后呢,会灭 所以他说呢,此有行音,这是一个不同 所观察的对象 第一个是前三音 这个是行音 又比推过去一定时候 从过去推这一生时候 那这里的话不是 观未来念念成灭 行音一定会灭 所以呢,既处处有断灭 那只是说,那什么时候会断灭 或者是这一生 或者是呢,来一生 总之呢,未来一定断灭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不同 跟前面第七,八种无相不同 是在这里 那因此呢,就查一下这个 这个所谓的六十二件里面的七断灭论 在词典里面的解释 的确呢,就是一后继 一的未来 而起的分别件 有七种断灭 所以又称为七种断灭论 七断灭论 那七种呢 首先就是指这一生 此四大六入父母所生之生 就是这一生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你这一生 这个是呢,无常 然后呢,既然无常 死后终归断灭 这一生死了,就断灭 这是一种 互为生于御界天 或者是呢,再生到色界天 或者是到无色界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数二处 飞翔飞翔处 等六处 所以他把御界算一个 色界算一个 四空天算四个 无色界算四个 所以后面色界 御界色界无色界算六个 这样子 报尽之时 皆归一断灭 所以加上你这一生 那就七个 所以一般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那么主张御界生 就是不管你现在在御界的哪一道 人道 鬼道 畜生道等等 这是第一个 再来御界诸天一个 色界诸天一个 然后四无色界 四空天四个 加起来七个 这是七处断灭论 词典查到的是这个 也就是说这是在一般的讲法 可是嫩言经讲法 常常都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经文呢 就是那一段话 那在哪里 248页倒数第六行 或记生灭 或欲尽灭 或苦尽灭 或极乐灭 或极舍灭 如是循环穷尽七计 现前相灭 灭已无护 所以这边呢 就没有办法很明显的 看出来跟 跟我们词典里面看到 那个是怎么样去对比 看筑解 就多少可以汇通 好 所以呢 这个是带我们去看 那现在先对于 那最重要的那句话 观察那个行音 幽轻常扰动员 于厚厚无 生计度者 所以在 关键字在这里 厚厚无 那么 这麦书呢 就引用 问宁戒环法师的要解 所以我干脆呢 就把戒环法师的要解 的文字拉出来 给各位做参考 所以你看 要解里面写 这样子的修行人 他不受到天魔外道的 天魔的影响 所以他可以观察 自己的行音 生命的同生机 所以见到行音 念念灭处 所以才会说 跟前面那个 七种无相不一样 他是 前面那个是 观察前面三个 色受响都灭 所以以此类推 响音也会灭 那现在不是 现在是直接观察行音 本身就念念生灭 就念念灭 所以呢 这样叫做厚厚无 所以 可能这一生就断灭 可能是来生 再生到玉界天就断灭 或者是来生生到色界天断灭 或者是来生生到 无色界天断灭 这样子 所以才会说呢 这个色生人天七处 厚界断灭 他是 推的结论是这样推出来 这样叫做 与厚厚无 神基督掌 好 再来就是分条 详事 那么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 寄生灭一个 欲尽灭一个 苦尽灭三 极乐灭四 极舍灭五 不过就是五个 那既然五个 为什么如是循环 穷尽七 记 所以五跟七 里面一定是有开合 经文的五句 要配合那七个 一定有开合 所以为什么接下来这个 讲义这边 会有文具 灌顶书 执掌书 因为大家讲的都不太一样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首先为什么要先从 偶艺大师的文具呢 因为比较直接从经文上面来看 偶艺大师的文具呢 比较直接 没有开合 隐含在里面 所以第一个 寄生灭 那就是你现在是人 所以第一句 人到生死即灭 这生死了就没有了 就断灭了 这是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呢 欲尽灭 所以呢 欲天 那就是欲界天 那就是配合上面的 那是欲界天 受尽即灭 那第三跟第四 苦尽灭 即乐灭 不是 只有苦尽灭这句 苦尽灭这句 是这个三跟四 出禅 二禅 这两个算苦尽 苦尽灭 苦尽皆归死灭 那所以 他是把七处 先列举在前面 然后现在呢 第三句 苦尽灭 就是配合出禅 二禅 是苦尽灭 然后呢 再来 极乐灭 那就是三禅 三禅 极乐 一归死灭 然后再来 极舍灭 六跟七 四禅 跟四空 所以为什么是舍 四禅呢 就是 双舍苦乐 四空的话呢 色阴也没有了 那当然算是舍了 所以他是这样解释 所以呢 第一个是人道 再来 第二句 欲尽灭 是欲界天 再来 苦尽灭 是出禅 二禅 然后 这个极乐灭 三禅 齐舍灭 四禅 四空 这样就 穷尽七纪 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 偶一大师文句 里面 告诉我们的 这五句经文 配合那七处 这样子配 再来 灌顶书的讲法 他的文字呢 比较能够 直接解释这个经文 所以你看 此乃既行音信 犹如 无缘之水 有流近而接着 有流远而接着 所以看你的根源 多还是少 留下来跟三界六道 相应的是多少 所以呢 有的 这一生 就留完了 死后就断面了 这一生 那有可以比较 再往后 留远一点的 那个 就又到了 这个四空天去 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是行音 是牵流 但是呢 能流多久 有一定的 今生人间 远至有顶 他就把七个 这样子 写一写 简单用这两句 要代表 静远衰书 后接断结 所以 都会断面 这个人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所以第一句 生灭 他不是只有这一生 包括 欲戒天 欲戒人 欲戒天 他放在第一句 为什么 因为 同戒地 三界九地里面 他是同一地 同一地 他放在一起 他的理由是这个 那 欲尽面 他说 欲尽 那当然就是到社界去了 所以 欲尽算出禅 完全跟 欲尽大师讲的 不一样 然后呢 再来 所以他说 欲然以尽 所以算出禅 再来 第三句 苦尽 苦尽 恶禅 为什么 急喜无忧念 急喜妙乐 所以呢 这个 急喜无忧念故 所以呢 这是苦尽 算恶禅 急乐 三禅 我们之前 讲过 四禅天里面 最快乐的 就是三禅 所以呢 这个 急乐 是指三禅 三禅 是急乐 乐极固 再来 急舍 他把四禅 跟四空 同样放在一起 那这个跟灌顶书 就类似了 所以他的 急舍 一样是包括 第四禅 跟四空 所以呢 第四禅 因为舍绝观 然后呢 无色戒 四空 舍舍爱 所以呢 都算急舍 那么三戒 身形 寿数 虽然呢 的长短 言处 不一样 但是呢 不管如何 不管你后来 变成是哪一戒 死后 无不断面 这就是 断面论 里面的说法 这个 这个是灌顶书 解释 那五句 是这样解释 然后再来看 这个 执掌书 那么他就是 第一句呢 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他说呢 第一句呢 这个 生灭 那不是只有人 也可以包括 其他三恶道 所以 忘记 遇鬼人处 前生而住 生死 则灭 这是第一句 生灭 包括这四道 然后 遇尽灭 忘记 遇天 以六遇为声音 遇尽则灭 所以 第二句 遇尽灭 那的确 也是遇尽天 六遇天 都包括在这里头 那么 苦尽灭 忘记 出禅是 厌苦为声音 苦尽则灭 所以 这个 他算是出禅 不过 他在解释的话 多加了一个 他为什么是这个 算是 会叫做 这个灭呢 因为 他当初 生去 那里 是厌苦为声音 现在苦 已经尽 到了出禅 没有苦了 苦尽之后 生命 他就觉得 已经圆满了 所以 执掌书的解释呢 比较多 这么一层 他为什么 他会认为 到那里 就OK了 结束了 因为那个 因没有了 所以他生命 就可以没有了 所以 这个 是他 跟其他两个 注解 也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 再来 吉乐灭 忘记二禅 以心热为声音 所以 吉乐 则灭 所以二禅 死了 就可以走了 再来 吉舍 他就跟人家 写的不一样 三禅 三禅 你看 他吉舍 就写到三禅而已 然后呢 以吉乐为暴行 吉舍 则灭 其次因云 或空处灭 或四处灭 等 应该要加这句 但是呢 四禅 以吉舍 为暴行 忘记空处 则灭 也就是说呢 到四禅 然后呢 到四空就灭 然后呢 空处 即四处 灭 等 准之 就以此内推 所以他这个解释呢 也比较奇怪一点 前面解释的蛮好的 后面这边突然 完全跳脱 人家一般的解释 还不是很懂 因为他是说呢 四禅 再上去 就是空 所以到四空就灭 如果你本来是 生到四空去 空处天 然后呢 到四处天 那就灭 然后最后补一句 经不具缘 不把他讲完 后面补一句 如是循环 所以他说 不具缘 而云如是等 超略而总言之 所以他这边没有分段 不像正脉书 他把它分两段 执掌书呢 是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他说呢 如是循环 就是 省掉 四禅天以上的说法 他是这样解释 总之 你看懂话就好了 但至于你要不要采用他的解释 那你自己选择 我只是提供这个给你 参考 我还是比较喜欢前面那两个 文具跟正脉书的讲法 灌顶书的讲法 那正脉书呢 也类似像灌顶书这样的讲法 所以我才没有用正脉书 改用灌顶书 就是灌顶书这个说法 跟正脉书差不多 大致上呢 就是讲到 这个急舍 就是世禅跟世空 都放在急舍里面 不过呢 这个正脉书解释 如是循环穷尽 七纪这边 他呢 把人啊 正脉书 把那个七纪里面的人 多加上四周 就是东西南北四周 这样他去解释 那一写四周 你就会算 那就是四啊 其实不是 如果你有看正脉书的话 你不要被他文字骗去 四周是讲人 一个而已 所以 所以他的七纪 就是从人开始算 然后呢 灌顶书这边 他也是这样算 然后呢 欲开人天为二 四周跟六欲天 所以四周就是人 六欲呢 就是六欲天 色界呢 有四个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不就六个了吗 然后呢 无色合为一个 四空天合为一个 所以这样子叫做七纪 三角七纪 所以这个七纪呢 跟前面一样 大家在解释的时候呢 就是开合不同 不同的书里面 读解里面呢 七纪是怎么样去搭配 开合不同 总之不外乎 就是三界六道 但是不管如何 你最高到四空天 死后断灭 这个就是断灭论 的讲法 所以他这边写的 灌顶书这边写的 现前灭者 也就是经文 穷尽七纪 后面那两句 现前消灭 灭以无户 所以他说现前灭 是前三阴以灭 以此类推 行阴也会跟着灭 所以七处皆现断灭 灭了之后呢 就不再生了 死后必不复生 所以这就是后面那句 灭以无户 另外再解释 现前消灭的现前 是因灭了 后面灭以无户 就是国也一定灭 那本来呢 我想要去找出说 他的引用 也就是冠点书里面 有引用一些说法 然后呢 破斥这种想法的不对 但是呢 写了半天 我怕越看越不懂 所以我直接用解释的就好 就是说怎么样去 驳斥这样的想法 如果你说呢 要死后才会断灭 那为什么 你还要再讲来生 才会断灭 你何必 既七处断灭呢 既然是你已经到了这里了 那么你就 这一生结束 就断灭就好 你何必还说 还要上去出残天 是残天 然后是空天等等 就前头已灭 所以你一直在推 这一生就断灭 所以你只要一个就好了 此生灭就好了 那再来 如果此生会断灭 那应该是不需要等到寿命中 念念生灭不是吗 你说因为前头灭了 所以行音也会 一定会灭 所以又何必要等到死后才断灭 你现在就可以断灭 你说那不是因为是 像刚讲的 无缘之水 流尽而结 然后有流远而结 那我就反问你 你的行音的根源 如何判断 根源是流尽 还是根源是流远 为什么会有 近跟远的差别 所以仔细推论起来 他怎么去解释这个 如果生命是一直相续的 难道你能够告诉我 你过去世以来 是多久以前才开始生命吗 要不然你怎么判断 什么叫做流近流远呢 如果因为是造业 所以造成你会不断的相续 那么过去所造的业 可以让你的生命 可以不断的相续 那以此类推 你现在也可以继续造作 让你的生命不断的相续 为什么你就推论 就一定是在这七纪会断灭 所以这种断灭论 一种观察跟下的决定 其实是很容易 很容易破斥的 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已经进入那种禅定的境界 然后观察前面三阴断灭 然后就认定现在还会生灭的行音 终究还是会断灭 他只是这样子的一种结论而已 但是这种结论就不够严谨 因为他本身所观察的现象就不是正确 所以这叫做七纪断灭论 然后后面那一段 由此嫉妒死后断灭 堕落外道或菩提心 是则名为第九外道 立五音中死后断灭 新颠导论 一样在讲义第二页 他正外书又在强调 还是整个五音来论 观此意总结于五音 则之所谓消灭者 后因全无 所以他的断灭论是 死后之后五音全部没有 这样叫做断灭论 所以其实这种断灭论 不一定要到这么高的境界 才会想出来 现在一般人都这样想 很多一般世间人都这样想 只是这样想会 一般人这样想有两个 大致上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呢 害怕 死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就很恐惧死亡 对死亡死后没有 都很恐惧 第二个呢就是 那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这一生 为什么还一定要断恶修善 应该及时行乐 就及时行乐 如果说是 说是呢 造善业 行善会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过得久一点 或许不错 但是呢 有的人就觉得 生命这么苦 干嘛要活多久 活那么久 干什么 早一点结束 早一点了 类似这种 都是站在于 这种思想 断灭论的思想 但是呢 就如同 法师们 或者是老儿上讲的 如果死了就了 那还OK 怕死了不了 事情没了 还会继续 不可能一了百了 你以为这样子就没事了 死后事情更大 那有人怀疑说 那个自杀以后的真相 真的都那么苦吗 这个你问我 我没有神通 我不敢给你肯定 不会那么苦 但是呢 人家敢写出那一篇文 一本书出来 一定是都是有所依据的 那么站在这一个 这个我们受五戒 受戒的佛弟子来说 那你自杀 等于也是犯杀戒 根本重戒 你说我不是要自杀 我是 我是赶快呢 念佛求往生 那个 你得要真实的功夫啊 要真实的功夫 真的确保 自己呢 这样提早 不治疗 然后呢 直接 直接往生 念佛往生 你说那个治疗 也不尽的好 没错 现在不是说强调 是不是一定要 治疗的问题 是你故意让自己 就这样子死掉 然后你到底有没有确定 有相当的功夫 你现在是治了半天 知道是 绝症 应该也是活不了 何必拖呢 早一点 OK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是这样的决心 然后呢 你真的有这个功夫 真的念佛念到 可以自在往生 那没有犯杀戒 因为你不是让自己 真的就这样 把自己逼死啊 是你真的就 得佛接引 自在往生啊 刚刚末学的论点是说 你是把自己逼死 所以有人引用 那个圣导大师 那个教的一个学 那个弟子 问圣导大师说 是不是决定可以往生 他说是 然后呢 他就去树上 这样一吊 念着佛 然后呢 就吊 还是从树上 这样子跳下来 然后我倒忘记 是吊死的 还是这样跳下来的 然后呢 传着传着呢 就变成是 圣导大师是这样往生的 传得更离谱了 圣导大师 没有必要做这一招了 他功夫那么好 干嘛要去做这一招呢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是他的弟子 其中有一个是这样 那或许是真的是 那个人真的是功夫也不错 但是一般人 不要用这一招 这有点麻烦的 如果没去看怎么办 没去极乐世界 去哪里就不知道 好 所以呢 这个是第九七纪断灭 断灭论 对未来产生错误的观点 第十个 五线涅槃 这个地方呢 你一定要断去断好 我之前一刚开始 在研究这个正脉书的时候呢 你看 这个人十五线涅槃 然后呢 那个人九七纪断灭 都把那个人五人六人七人八人九人十 都跟下面那个数字连在一块 但是常常看错呢 十五线涅槃是什么 五线涅槃而已 所以呢 五线涅槃 就是呢 五种涅槃论 什么意思呢 请看讲义 简单的说呢 就是外道所值 六十二件里面 也是一样 依后继未来 所起的分别件 有五种 就说五种宪法涅槃论 五宪法涅槃论 主张于现在的五欲 自治受乐 所以呢 就在这样的欲界里面 那就是涅槃了 或者是呢 到色界的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天 那那个那么快乐的 境界 天界的话 那也 就是涅槃了 所以这样叫做 五线涅槃 就是欲界一个 色界四个 这样五个 所以相当于 外道十六宗的 旺季清静宗 就把这个天界的果报 以为就是涅槃 简单的说 就是这样 所以正脉书呢 先解释说呢 这个地方跟第六有相 那么第六有相呢 就是两百四十六页 最后六行 那个人六 十六有相 所以呢 十六有相呢 是于行音当中呢 无尽流 生嫉妒者 所以那个有相不一样 因为呢 那个是死后有相 或者是 或者是呢 这个色大我小 我大色小 等等的 这个时候还是有 可是现在这个五线涅槃呢 就是把自己所在 或者是所出生的那个地方 此即现所生处 即常住机果 涅槃 所以正脉书说呢 旧柱啊 这个旧 就是旧柱 过去的柱节 言从笔流出 从那个十六有相里面 分出来的 他说不 不是 不一样 不一样 不同 甚无畏也 那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 请看两百四十八页 最后一行 有三魔中诸善男子 奸拟正心 魔不得变 穷生泪本 官彼忧亲长早动员 于厚厚有 生嫉妒者 世人醉入五涅槃论 或于欲界为正转一 关键原名 深爱慕故 或以初产性无忧故 或以二产心无苦故 或以三产及月随故 或以四产苦乐恶亡 不受轮回生灭性故 迷有露天 作无为解 五处安稳 为圣静一 如是循环五处就静 由此嫉妒五线涅槃 多落外道 或菩提心 事则名为第十外道 立五因中 五线涅槃 心颠倒论 好 重点呢 再回来 他所观察的行音 那一句 于厚厚有 跟前面的七级断面呢 是于厚厚无 这边是于厚厚有 所以正麦书就说 这个厚厚有 也就是准前相翻 就是第九 七级断面那个 完全反过来 前面是于行音念念 灭处起祭 此却于行音念念 深处起祭 所以厚厚有者 盖观见行音念念相续 心心曾有 故解其当有十果 必不灭无 一定会继续再有 然后 而约现涅槃者 不带灰断 即于现所深处 即是此果 可以心心深处 然后所深处 那就是这个 藏住的涅槃果 涅槃不是藏了我尽吗 所以 当下就是啊 行音就具足了 藏了我尽啊 所以 奇数有五下别列之 所以 后面的经文 就应该就是有五个 所以你看 经文就写 玉戒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五个 所以 分条祥事里面 他就解释这五条 每一个呢 都是以 或字做开头 或以 玉戒 或以初禅 或以二禅 或以三禅 或以四禅 都是以 或字做开头 所以他说 这个 或字呢 不定之词 不一定 显非一人 骗记五处 不是一个人 同时有这种想法 是 有的人是在玉戒 有的人是在出禅 有的在二禅 有的三禅 有的四禅 所以叫做 各谁所见 或计一处而已 可是玉戒呢 必须是要 玉戒天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生修 在人道修行 发现到玉戒天去 玉戒 境界非常的殊胜 所以这叫做呢 正转一 他生命转变之后 发现 哇 这个玉戒 这个天这么好 就把那个当成 就是涅槃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不是他本身 在玉戒天 然后就认定这个 在嫩言经的经文 的写法 是他本来 不是在玉戒天 譬如说在人 然后呢 死后之后 到玉戒天 转世 然后呢 玉戒天的境界线前 他觉得 哦 这就是涅槃 这样子 所以 就要去看 正转一 这个意思是什么 那么 他说 为正转一 者忘记 为正涅槃 竟也 因为涅槃 是佛转一之果 而环师 就环法师 所谓 转生死 依涅槃也 所以 他就认定呢 生到玉戒 就是呢 从生死 变成涅槃了 有这个意思 就好像是佛 教我们修行 然后呢 从生死 转成涅槃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先往下 看 看到第三页 第一行 最后一个字 转一 转一这个名词 讲义第三页的 这个第一行 最后一个字 转一 通常呢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二转一果 加个二 然后后面加个果 所以呢 这个转一呢 或者是转一果 就是要 只断除烦恼障 或者是所知障 正得涅槃跟菩提之果 也就是维师里面讲的 转世成智 所得的果报 涅槃跟菩提 这样叫做二转一果 转生死 成涅槃 转烦恼成菩提 那么这一段呢 中华百科全书呢 它把它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呢 修行 是由智慧构成的见解 也就是说 你学了佛法的观念 知见之后 跟你平常 没有学佛之前的观念 不一样 开始有点改变 那是因为 所谓的佛法里面讲的 这是有智慧 所以由智慧构成的见解 这就是所谓的观 然后呢 那个见解 就会指导你的行为 指导你的行门 修行的法门 你的身口一三叶的造作 所以他说 观始终和行联系着 所以我们常会讲 观行观行 所以你的知见 引导你的三叶的行为 乃至引导你的修行的方法 造成你整个效 整个修行的结果 效果不一样了 观行的效果在于 内而身心 外而四项 不只是自己的正报 外面的一报 我们用专有名字是这样讲 它是比较白话 内是身心 其实是正报 外而四项是一报 然后呢 慢慢的就从 过去是烦恼的杂染 现在因为有观行 趋向离构的纯净 又从知见的偏僻 偏到一边 或者是呢 错误的认知 蒙蔽了自己的心眼 趋向误解的原明 所以烦恼越来越淡 越来越轻微 然后呢 心智越来越开明 原明 所以随着观行的开展 提高程度 中置本质上彻底转变 这叫做转一 所以正报转了 一报转了 所以转一 就是整个观行的结果 这当中 如果你在修行当中 你的观行里面 还有对峙烦恼 真的是从你的心上头 去对峙烦恼 所以犹修圣道 断灭烦恼杖 乃是更进一步的 去断所之杖 而正得涅槃菩提果 所以这叫做二转一果 所以实际上 我们学佛 其实是转这个东西 在这里面呢 有人说既然如此 那我知道 就是观念最重要了 行门上有没有那么努力用功 其实没有那么要紧 这话 说你错呢 也没错 说你对呢 那也不见得对到哪里 为什么呢 我常常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常常很喜欢举 在座应该也是听过很多遍了 那我们开始学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那之前都是呢 学长啊 或者是老师啊 这样子 大概或者是姐姐啊 哥哥啊 带着我们学乒乓球啊 羽毛球啊 大概一开始都是 把那个方法教一教 本来不会打 后来呢 会打了 有时候你就是 我们那个公园 失败公园 老师看了爸爸带着小孩子 在那边打羽毛球 那小孩子根本都乱打 也不会打 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了 就要很 很有爱心的慢慢教 终于呢 会打了 终于抓到要领 怎么样把那个羽毛球 或者乒乓球这样打过去 拍过去 那这样子就叫做 会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了吗 找得很 所以你说观念改变了 就一定可以转移吗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 我们要不断的定功课 或者是定自己的行门 就是因为你终于掌握到 修行的要领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要不断的 practice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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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掌握到 如何修行 那个心要没掌握到 你只是让自己 每天有固定的功课 那就刚刚那个批语 你在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其实你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 但是呢 你现在终于可以把球推过去 把球推过去 然后就从此以为 这样推就OK 反正只要能推得过去就好了 结果养成坏的那种习惯之后 那你就没办法进入真正的 专业的打乒乓球的高手行列 为什么 因为你改不过来了 真的要在训练你 其他的那种专业的技巧的时候 你那个基本动作已经错 养成习惯 改不过来了 所以心门也是这样 你开始很努力 很努力 以为这样子 真的有一点效果 修行就是要这样 结果你开始的知见 不是那么正确 弄到最后 你能够突破的 就一定有限 所以 解跟行 要相辅相成 你才有可能真的转移 所以 看嫩眼睛更明确 修了半天 已经破摄音区域 响音区域 受音区域 响音区域 已经破了前三音了 为什么到行音区域这边 反而又堕落变成外道 奇怪 前面没变外道 前面只是担心被魔 被外魔所影响 修了半天 外魔影响不了你 你自己就变成外道 你说不是很可惜 是什么 所以 这真的很麻烦 很麻烦是说 在娑婆世界 在末法 修学佛法 所以又拉回我的主轴 修净土 要往生极乐世界 真的啊 你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末法时期 这个 人家真正有修有正的 不尽然要射受你 然后呢 自己呢 没福德 没善根 也不尽然找得到 真正的善知识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边 所以自己要想清楚 这一生好不容易多少呢 对大神佛法有一点点概念了 来生还要从头再来吗 更何况 来生从头再来 你前头还没有学佛之前的 三四十年 五六十年 那一些造的业 不算数吗 你就以为一定可以 生生正上吗 拉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转一 那第一句 以御界为正转一 关见圆明 生爱慕顾 回到那个正脉书 讲义第二页这边 所以呢 为正转一 套刚刚的讲法 就是他把御界天 当成是真涅槃境 因为那个涅槃 是佛转一之果 也就是转生死为涅槃 然后呢 他就拉 再拉回我们中国 先家 祭六欲天上 无生死 以为 到了天界 就没有生死了 以彼所祭 玉皇 横统三十三天 以为那个就是最高的 人不知其 只是六欲天的 第四 道立天王 第四天而已 也不过就六欲天的 第二天而已 所以此句 因通后世 也就是说 为正转一 这句 后头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都可以这样说 每一中间 皆当有之 只是呢 翻译的 金家省文 更不重标 令准上 这五个地方 都以为是涅槃了 以为是正转一了 所以再来 第二句 关键圆明 因为 才升到一切天 出得天眼 普观天光 清净名利 迥离人间之 卓慧而已 关键圆明 是看到天界的景象 有别于之前 在人间的 所以准下世 皆对本天圣境为言 都看到出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这样子的一种景象 拥别于以前 熟悉的 所以他说呢 关键圆明 不要以为是看到 信德的圆明 不是信德 不是信德的 关键圆明 是看到那一天的景象 然后就升起爱慕了 生爱慕固 正出望迹之有 未比圆明 就是涅槃真迹 就当成是正转一的涅槃了 所以下世至 下世固制 固制 那个生爱慕固 或者是呢 信无忧固 出禅信无忧固 二禅呢 心无苦固 三禅呢 吉月随固 然后呢 四禅呢 不受轮回生灭信固 他说那个固 就是理由所在 都是原因所在会 错误的认定 那个就是涅槃 都在这里 所以他说 下四个固制 皆存此说 按前色界天宗 接下来他要说的就是 出禅信无忧 二禅心无苦 他认为这两句话颠倒 所以他说 引用前面的色界天 出禅苦 苦恼不逼 在219 我们看一下 219跟220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219最后一行 此三圣流 这个就是出禅天 这出禅天的三天呢 一切苦恼 所不能逼 所以呢 这是出禅 翻过来220 所以很明确的出禅是苦不能逼 苦恼不能逼 二禅是优选 所不能逼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249月回来 这个地方出禅信无忧 二禅心无苦 他认为颠倒了 郑脉书的认为是这样 因为苦比较重 忧比较轻 再回到讲义 所以他说苦重忧轻 这个是顺序 该是这样摆才对 现在经文变成是出禅无忧 二禅无苦 他说决定是翻译的人 错误颠倒了 他是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先跳下来看 长水书 还有呢 这个直节都不同意 这样的讲解释 长水书的解释 出禅信无忧者 怎么解释这句话呢 以离欲染 无负忧心 得轻 心安乐固 这样叫做无忧 恶禅心无苦 是因为 急喜 急喜 所以不需要去改字 不需要改经文 就这样解释就好 那广莫法师的 任言经直解 也是这样说 或以出禅为涅槃 因为呢 离下戒苦出葬 心此天中 尽妙离 所以出离欲染 此天信无忧故 已经能够离下戒的苦出葬 然后呢 这个欲接天 有尽妙离 所以呢 信无忧故 把他当成是安稳涅槃出了 再来 恶离中心无 出离欲染绝观之苦 他说 恶离的心无苦 是无出离绝观之苦 这是广莫法师 也一样 没有说人家经文翻译错 你加以注解就好 那正脉书呢 他是因为配合前面的经文 他觉得应该要 顺着这样的前面的经文 那各有依据啦 好 回到正脉书 三禅 三禅叫做 吉月随故 那吉月随呢 就是呢 离喜妙乐地 所以你看 欢喜必聚 他说 前云欢喜必聚 那就是又回到 两百二十几啊 两百二十页 两百二十页倒数第四行 那个就是三禅 你看 两百二十页倒数第四行 此三圣流 三禅那三天 巨大随顺 身心安稳 得无量乐 得无量乐 所以呢 就跟这边 两百四十九页这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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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月随故 非常的欢喜 巨大随顺 欢喜必聚等等 好 那么四禅 苦乐双亡 苦乐双亡 就是舍 舍念清净地 四禅 舍念清净地 所以呢 苦乐双舍 显同前文双舍 不受轮回生灭者 有比定中 见此处 此处四禅 四禅天 三灾不坏 所以呢 就把它当成是灭盘了 所以才会说 认为 那个就不受 轮回生灭 因为三灾不坏 所以就把四禅天 当成是 是涅槃了 所以这个就是 五线涅槃 五线涅槃 好 那么 再来 二百四十九页的 第五行 总乐民述这一段 米有漏天 坐无为解 五处安稳 为圣尽一 五处安稳 我们刚解释过了 从玉戒天 到四禅天 加起来五个 然后 把有漏的 这个 玉戒天 色戒天 作为 无为的涅槃 做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正麦书 在第三页讲义 作无为解 忘记为 离戏 自在之果 离戏果 就是完全 没有烦恼了 断烦恼 那个戏呢 就是戏父 烦恼 所以离戏果 是圣 圣果 圣人的果味 结果把那个 有漏的天界 当成是这一种 断烦恼的 离戏自在的那种 无为国 圣果 所以他说 此物烂涅槃之 真我 等于呢 底下这一段 焦光法师 要把它配合 常乐我尽 配合这四句 然后把 把有漏 当成是无漏 这个是 错解了真我 涅槃的真我 然后五处安稳 也不过呢 天界只是 稍离下界 这不安 就以为就是 真的是安稳 安乐了 以为是真乐了 然后 书圣 圣禁一 就是 稍离下界的 卓慧 就勿乱为 涅槃的 真正的亲近了 一就是 一报 所以以为 那个就是 真近了 然后呢 最后 如是循环 五处 就近 稍离下界的 短寿 就以为 这就是 真常了 就常住了 所以呢 就把它当成是 真我 真乐 真近 真常 常乐 我近 涅槃 似得 所以这个是 总的 五处 都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说 总判 五处 皆然 若分 五处 别判 分开来说 也可以 对着经文 所以 六欲天 才离开 人间的 成慧 就以为是 真近了 出禅 二禅 才离下界的 忧苦 就以为是 真乐了 三禅 才得 随顺 自在 就以为 正得 真我了 四禅 占得 三灾 不坏 就以为是 真常 常住 不生灭了 实际上 整个 社界天狱 这一天 还是 无常苦空 无我不近 但是 已经认为 这里面 有涅槃式的 藏了我近 所以他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 八种颠倒的 前四种颠倒 八种颠倒是 凡夫 前四 二圣 后四 这样子 所以他说 前四颠倒 本来都是 无常苦空 无我 我们却把它当成 是藏了我近 然后呢 二圣呢 是 是把这个 如来藏 佛性的 藏了我近 误以为 没有这些东西 只有那个 苦空无常 无我 那个就是 二圣的颠倒 四种颠倒 所以现在不是 现在只是 凡夫的 那因为我们 研究佛法 研究佛学 这些名字 看得很熟 不觉得 这有什么不对 本来就是 应该要这样看 那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去跟 学道家的 学先道的 你去讨论 讨论 他们觉得 那个才是 真正 就近处 那个 极乐 也不过就是 比较低层次的 先进而已 真正 真正 比较高明的 得是我们 这个 道家的 那问题是 你没办法 跟他辩 如果人家真的 有修定 真的有修仙道 你要跟他辩 你拿什么 跟人家辩 一者人家有定 二者人家 有两下子 你拿什么 去跟人家辩 你的极乐 你有没有功夫 给我看看 极乐长什么样 拿不出来 你要看我们先家的 来 我带你去 你就 你就输了 对不对 所以 要么你就是要有真正的念佛三昧功夫 而且还不是自己赠得念佛三昧 你还能够 还能够 来 你要看 我也可以给你看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的话 那也只是 执剑上面 大家辩论 辩论而已 这比较麻烦 好 最后 这个 这是第十个 外道 立五音中 五线涅槃 新颠导论 所以后面这边的 新颠导论都是固定的 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再来 新三 劫害 祖户 那么这个新三呢 是整个 整个行音十个 全部讲完了 所以你回到 242页的课判 你看 242页的这个 更次行音模像里面 分三个 新一 巨是始终 新二呢 是在倒数第五行 倒数第六行 新二 中间十记 所以呢 十种行音区域的这种记 记呢 就是错误的之鉴 就讲完 然后呢 新三 就是呢 回到249页 佛陀呢 就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 缠 缠 那 狂解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安然 如是始终 缠 那 狂解 皆是行音 用心交互 故陷 失误 众生 顽迷 不至 纯量 逢此 现前 以 迷 为解 自言 登圣 大望 与成 多无 见欲 如等必须将如来语 与我灭后 传世末法 骗令众生 绝了失意 污令心魔 自其生涅 保持护护 消息邪见 交其身心 开绝争意 于无上道 不招知其 污令心其 得少为主 做大绝王 清净标志 所以这边呢 除了一开始的 十种 禅纳 狂解 这个需要去解释之外 另外呢 要注意那个经文 第二段 逢此现前 以迷为解 自言登圣 大望与成 多无间欲 也就是说 前面那十段 十个 都只有说呢 这个 堕落外道 或菩提性 变成外道而已 没有强调呢 是会 堕无间欲 但是呢 到这里 做解语的时候 佛陀呢 也说出 这样的话出来 也就是 为什么 还会 堕无间欲呢 因为 自言登圣 大望与成 你就造了 大望与的业 无间业之一 那为什么 你会做 这种大望与呢 就前面那一句 以迷为解 自言登圣 你以为 那样就叫做 正德涅槃了 你以为 死后就是 东东断灭了 你以为 怎么样怎么样了 所以 你就自己呢 就认定了 那个就是涅槃 那个就是成就菩提了 那就是自言登圣 那就 增上慢 变成大望与 堕落 无间欲 修了半天 跑到 跑到这个 行音区域这边 最后的结果 变成还要 堕无间欲 你说 冤枉不冤枉 所以真的这是要小心 那不是刚开始修 不是色音区域 就被自己 给破坏 也不是到响音区域 被外谋给破坏 结果是到这里 被自己的见解 给弄到变成 是要堕无间欲 好 所以第一句 十种禅纳狂解 什么叫做禅纳狂解 请看讲义第三页 郑曼书引用 温宁借环法师的 他说 前面都讲禅纳陷进 乃天魔后的奇变 此愿狂纳禅解 乃心魔至其身孽 什么意思 对照242页 也就是呢 在这个响音区域 要结束的时候 242页的第一行 也是截害主户这边 佛陀说呢 这个十种行音区域 是禅纳陷进 境界现前 然后你被他迷惑 你没办法看穿 看穿这种错误 因为你有所求 有所爱 有所贪 求贪爱 所以才会被那个境界迷掉 所以用个禅纳陷进 现在行音区域 不再被那种陷进给迷惑掉 所以这就是温宁静环法师讲的 禅纳陷进 天魔后得其变 现在没有啊 不是啊 是你自己的心魔至其身孽 所以也是后面的经文 那249月回来 你看 骗令众生 绝了失忆 无令心魔至其身孽 那是佛特别交代阿南 然后现在执掌 那个要解 温宁静环法师 把他引用过来 是我们自己的心魔 至其身孽 所以接着看讲义 凡见到不争 多其忘记 阶级狂解 四位心魔 罪以身防也 所以见到不争 不要太早下结论 太早下结论 就会变成是类似像这边的 狂解心魔 再来下面 行音用心交互 交互准钱 他就没有多讲了 所以呢 也一样 就是看你的功夫 正念 邪念 正念胜过邪念 那就没有问题 那如果邪念胜过正念 那就落入这种 十个当中 所以 故献失误 那个误就是刚讲的 邪解 狂那邪解 狂解 禅那狂解 然通论十种邪解 不出 断藏空有 四个字 就光法师帮我们做整理 十个里面就归纳成这四个字 前五个属断藏 后五个属空有 第一 断见 那这时候你一定要稍微对照一下 不要说是你记不得 我也记不得 讲过多么多次了 你看对照课本 第一个是什么 两种无音论 242页 所以两种无音论 那一定是断见 然后243页 倒数第五行 第二种 四种片长 那一定是常见 然后呢 244页 四种颠倒 四种颠倒 这个就比较难了 于至他 于至他中起嫉妒者 所以呢 教官法师说 这个就是呢 有断 有长 有断 有长 双翼 然后呢 第四跟第五 第四四种有边 然后第五四种脚乱 其实都是呢 有断 有长 看你着重在哪边 造成的 四种有边 四种脚乱 所以呢 这是 一长 一段 他说 四跟五 皆充广双翼 然后他就假设一个问答 那为什么没有双飞 飞长飞断 如果既不是常见 也不是断 那就是正见 所以怎么可能 怎么有需要用这个双飞呢 所以他说呢 断长皆过 如果双飞 那就是完全离两种过失的正见 就不是外道 当然就没有双飞 再来 第六 直有 那第六呢 就是246页的 十六有相 于无尽留 行音无尽 继续一直留下去 所以直有 第七 八种无相 那很清楚了 直空 第七直空 那第八 八种巨飞 八种巨飞 他说呢 就是双飞啊 然后 这个 因此呢 他这边又 又假设一个问答 问 此何不为离过正见 那双飞不就是离过正见吗 非空非游 不就是离过正见吗 他说 答 有空不定数过 偏死过生 偏在一边 才是过失 偏空偏有 才是过失 但是呢 这个空有这边的双飞 为什么也算是邪见呢 他说呢 此双飞 盖此 后因昏蒙 不定有无 不是双遮 的中道 不是非有非空的中道 是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 不敢随便乱讲 四种 俱飞 所以你看 248页的 这个 第七行 248的第七行 由此季度 死后俱飞 后继昏蒙 无可 道顾 所以你不敢 不敢随便乱讲 因为你不是很清楚 所以不是真的是 非空非有的中道 所以也算是邪见 不是正见 第九 七记断灭 就是今天讲的了 毕竟断空 所以它是属于断灭空 这一类的 那第十呢 推广毕竟自有 那是还没到 就认为呢 欲界天 色界天就是涅槃啊 所以也是能 灼在油里面 这样子 所以整个 十个就可以 归纳成断肠空有 那如果呢 再把空有 放到断肠里面来 那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只剩下断肠二见 整个十个错误的之见 就是断肠二见 或者是偏空偏勇 或者是呢 偏在双飞 等等的 这样子 好 以上 这是呢 把它做一个整理 十种禅 禅那狂解 行音里面的问题 所以 总之一句话 你真的要了解中道 离世句 绝百飞的中道 真的不容易 但是呢 一定要呢 建立正确的中道思想 不但是呢 不能够呢 有断肩 有常见 也不可以偏空偏有 或者是偏 亦有亦空 你说 那当然非有非空 应该可以吧 如果非有非空可以 那为什么有四句 为什么要离四句 你说非有非空 不对吗 不要忘记 非有非空 只是呢 叫你不要偏空 不要左有 所以用非有非空 来让你 不要左两边 但如果你已经不左两边 另有中道 所以祖师大德 才会说呢 两边不纯 两边不立 中道不纯 故意又讲这句话 那中道也不纯 那我要学什么 所以要学的是 离世句绝百飞 如果你真的能离世句绝百飞 就像天台中讲的 四门皆可入侵良词 如果四句变成是执着 就要用般若 像大火炬 接触到都要烧掉 不可以着四句 如果物了中道 这四句就变成四门 哪四门 入涅槃城 入清凉池的四门 就变成四溪谈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 对这句话的结语 再来 弥则尘害这一段 弥则尘害 众生玩弥不知存量 逢此献钱 以弥为解 执掌书的这一段 可以做补充 请看讲义 前三因皆有所现磨尽 故十种皆远陷进 而此因为是邪悟癫狂 所以跟上面的解释 有点重复 所以十种皆远狂解 行因未破之间 妄念正念 奸杂而己 这样叫做用心交付 如果以妄乱正正念无力 然后如果是依正起妄 那妄念就有利了 因为妄念 也是依着正知而起的 所以会导致 献出这样的邪悟 现在经文就讲的 必须要能够 蠢量 经文是 顽弥不知蠢量 所以以弥为解 如果导过来 智能知觉蠢量 虽逢此现前 一不过如光如影 不久自消 其那众生完明 不知蠢量 逢此现前 以弥为解 以弥为解 然后就自言登圣 大王以成 多无间欲 所以怎么样能够 自我蠢量 有所自觉 就是墨学刚刚讲的那一段话 能不能够学习 忠道 第一地 一定要学习忠道思想 不管你修的是什么法门 就算你修的是净土 乃至呢 真言 真言中的持咒 观想 还是要用中道第一地 尤其我们如果修念佛 慈明念佛 义父如是 慈明念佛 如果没有用中道第一地 做之见 你能证得 事意心不乱吗 难 不要说是理意心不乱 连事意心不乱 都不尽然 能证得 不过还好就是呢 起码有功夫成片 能往山 但是如果你说呢 念佛能够念到 断见思或 断无名或 你没有学中道第一地 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事呢 无论如何一定要听进去的 也就是说呢 宁可 暂时不要那么用功 也要把中道得给行 了解清楚 这话听起来很怪 对不对 讲了半天 你是新同学 所以你会觉得很怪 所以真的很多人 念佛很用功啊 如果能往生 OK没问题 可是你要知道 到了极乐世界去 你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不乍 跟你说什么法 难道会离开中道第一地 会离开十项的法门吗 不会啊 也是这些 只是呢 我们如果说 没有能力往生 讲了半天 学了半天 结果没能力往生 那也就是为后世 种下善根而已 就是啦 OK 好 再来 这个 你看好 接着是 主令保护这一段 第一呢 诅咒 吹斜之士 第二段呢 诅咒 屈真导师 主呢 就是佛陀的遗嘱 特别交代 交代阿难 等于也是交代我们 因为他是一开始 就对着阿难讲的 所以交代阿难 如等必须将如来语 与我灭后 传世末伐 末伐时期 然后骗令众生 绝了失意 无令心魔 致起身念 所以 科判才会写说 做 吹斜之士 斜之斜剑 一定要让众生 绝了失意 破坏这些斜剑 所以 为什么 行因十个 这个 我自己看了一下 这个 行因这十个 可以说在 比前面都用的时间多 前面大概最多呢 就是三堂课 就把十个交代完 行因弄了四堂课 而且还很简单的 这样赶快 交代完 什么十六友 像八种 五线涅盘 都还算是很快的 随便这样交代一下而已 细细的说 这些斜之斜剑 都其实隐藏在 我们如果没搞清楚 都隐藏在 我们学佛的 知见里面 只是我们 因为没有学到那里 没有修到那里 不觉得 那个是有多大的问题 也就是 你从来没有深思过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到底合不合理 是不是属于真正的 中道第一地的 政治正见 所以你不觉得 有问题 导过来说 你如果现在去看 广论的 皮薄舌那 去看中论 那你就要面对 面对你自己 以前对佛法的 之间的问题了 第一 你能不能看得懂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到底他说 里面有错 我就看不出来 错在哪里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连人家指出来 论施在 论里面都已经指出来 这样的思想是错的 我们连 他是怎么个错法 我们都还看不懂 你说 我们自己的思想有错 我们自己能够自我 检验出来吗 不容易 细微的地方不容易 不要说是我们不容易 连这些老和尚们 也不尽然都是那么清楚 因为这些都太深细了 不过 这个之间的问题 不尽然会影响他们的德恨 就是了 所以之间跟德恨 有时候 不完全是相匹配的 很有德恨 但是呢 之间上呢 可能没有那么细 那我们不要去说那些 我们是有自己的问题 最重要 所以这边呢 佛特别交代我们 要做吹斜之事 所以你看正脉书 他的解释 绝了失意 要让众生绝了失意 就是要弥解分明 不要颠倒 那么下乎令明显加持之也 就保持户户 消息邪见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你不但是要让众生明白 你还要加持他 所以他说呢 明显加持 保持户户消息邪见 这样子 所以 孽子 无令心魔 自起生孽 孽子 或之蒙也 心魔自起 心魔自起生孽 天魔已经不会来了 干扰不了你了 自心或生 他就引用这个上书里面讲的 应该是上书吧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那个 本来上书里面不是用不可活 不可换 不可以逃的意思 改成这样大家比较习惯看 所以呢 你自己做就逃不了 没办法补救 然此二句 盖令 为其者 勿其 后面那两句 以其者 令习 所以才会说呢 那个是保 明显加持 暗中保护 或者是能 显得 让众生 不要起邪见 这个是正脉书的解释 灌顶书的解释 他说 他先引用文具 偶一大师的文具 他说金之六十二件 皆是自心所起磨捏 所以用个心磨 就是自心所起的磨捏 心磨 至于后面的四音 就叫做剑磨 其实呢 四音的剑磨也是心磨 为什么四音变成是剑磨呢 你翻后面 两百五十三页 最后四行 四音结束的时候呢 也是 佛呢 也是特别交代 如等春心 禀如来道 将此法门 于我灭后 传世莫世 福令众生 绝了是以 无令剑磨 自作成孽 所以四音那边用剑磨 行音这边用心磨 所以呢 文具 偶一大师的文具先说 行音是自心起这些鞋子鞋剑 所以叫做心磨 可是呢 四磨其实也是心磨的一种 回到讲义 他说 依着四音起分别我法二执 所以叫做剑磨 因为特别讲到的我执法执 所以也是剑磨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声闻原觉 意思分别法执所设 所以四音十磨里面 声闻原觉 有包括在这里头 定性声闻 定性辟知 在252页到253页 所以这个是呢 在四音里面起法执 叫建磨 实际上也是心磨的一种 不过特别讲的就是这种 分别我执 分别法执 好 所以呢 灌顶书 他的解释 我们看他的解释 其实他一堆 这一段他简是一堆 我把他重点 我认为是重点的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行 行音 是心之现行 前面的受想 出动烦恼 固静 但是呢 这边的行音 幽影妄想 重新显现 所以这一段 叫做心磨 那四音那边呢 四是剑的种子 这些分别我执 分别法执 这种的种子所在 所以行音破尽后 四音的往向细想 见闻觉知 中窜袭击 西皆开发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四音是剑磨 因为见闻觉知 中窜袭击 开显出来 所以这个角度去讲 这样叫做剑磨 所以对于这个 只是先让大家了解 行音叫心磨 四音叫做剑磨 是由他的缘 缘由所在 最后 最后这一段 做曲真导师 除了交代阿南 要做吹斜知识之外 也要做众生的曲真导师 所以你看经文一开始 就说 要教众生的身心 开决真意 于无上道 不招之奇 不要让他得少为主 要为众生做 大绝王的亲近标志 所以这一段的注解 我们看一下 真意 要开决真意 真心实意 迥然不属于断肠空有 就结合他前面的解释 十个归纳成断肠空有 所以现在的真心实意 绝对不要落入断肠空有 那也可以配合最前面的 离级离非 四级非级 一百页 很前面 一百页 三如来藏 的最后 空不空如来藏 所以一百页的最后一行 你看 如来藏妙明心原 离级离非 四级非级 前面有非 非心非空 非世间的 然后再来有疾 疾就是一百页的开始 疾心疾空 疾眼耳鼻舌 所以疾四出世间 凡胜 所以非是属于空如来藏 疾属于不空如来藏 现在呢 融会空不空 离疾离非 四级非疾 这就是刚刚墨学讲的 离四句绝白非 然后呢 回到讲义 一念不生 中中流入 你能够呢 不要落 这个一念不生 就是不要落入 刚刚讲的 四句当中 断场空障当中 要能够中中流入 那就是在修行了 一百九十八页 他用的这个是在哪里 一百九十八页 开始在讲哪一个 出注 出注 信畏 实心 信畏 实位 其实呢 就是实注开出来的 所以 极此心 重中流入 圆庙开夫 从真庙远 从发真庙 这个 信心注 所以从出注 开始出来 这实注 就用这里 所以要能够完全跟中道第一地相应 所以于无上道不招 知其 旁门走道 木旁 木旁出叫做知 路旁出叫做其 木头 树木 旁边的知 然后路 叫其路 所以叫做知其 招知其 就堕落外道 再来 物令新旗 德扫为族 旗呢 就是求 德扫 就知族了 求扫族 那就是变成二圣 他说呢 外道 跟二圣 前面那一句 招知旗 是外道 然后呢 德扫为族 就变二圣 这两个都是 己果 中途 是贤主 必须要心目动开 方不为所获 所以 佛教阿难 一定要教众生 这些真智真见 最后两句 做大绝王 清净标志 主旗 做成佛指南 一邪不染 这样叫做 清净标志 那 冠领书呢 最后的总结 我们 做十句话 法要 有十句 第一 坚宁正心 第二 其生灭念 为什么 因为行音是生灭 不要被行音的生灭 给骗去 第三 离骗寄信 所有这些断肠空有 都骗在一边 离骗寄信 然后第四 浅边直见 一样的 断肠空有 都骗在一边 初颠倒论 破为细想 物相知其 执行中道 不起分别 敬前满足 不要得少为主 还不断的向前前进 否则就不能破行 坠入邪魔论理 所以他 最后的十句话呢 刚好做一个总结 好 那么这个行音区域就到这里 下礼拜呢 就继续 试音 谋向 好 请各位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